我是讲师黄敬一 我是一个专案管理师之外呢 另外我也在就像电脑这边 担任专案管理的课程讲师 同时我们在专案管理这边 也有陆续推出一些在线上课程的部分 大家可以在建型科大这边的推广部也找得到我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来这个单元的一个课程介绍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呢 在这个课程单元的部分呢 我们还是在所谓的规划篇 这个单元我们着重在所谓的一个资源 资源呢 这个部分我们叫做的全面向 为什么要开设这样的一个课程单元呢 其实呢在老师的经验里面 有时候其实去辅导企业的专案当中呢 有些的一个专案管理者 其实都会告诉我说 我其实专案已经在进行了 那我到时候真的有状况的时候呢 我要去叫谁来负责 或者是说在规划的过程里面我们要找谁来做 其实呢 有时候大家需要花一点时间跟精力去做一个最妥善的规划安排 那或者呢在这个部分上我们讲说呢 如果我出状况呢 我可以找谁负责 那其实有时候 如果你又碰到的是大型专案的话 你要去做回溯 有时候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接下来呢在这地方上面 我们会考量到有些的一个专案 它其实采用的是一个叫外包的专案 当然呢你可能会想说那外包的专案 我其实对口只是那个公司的一个承办业务 我们所谓的一个窗口 对于它的一个执行者 我们要不要去做资源管理呢 其实呢这个在部分的专案里面 可能你也要去规划进来 接下来呢我们讲说呢在资源团队的最大化 我们讲说呢 怎么妥善的去应用你的团队的成员 不要造成在你的团队当中 有些成员他的工作量是非常的大 那有些的成员他其实是没有工作的 或者他的工作量的比例是占少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有可能造成 整个团队当中的一个氛围是不太好的 或者其实在一个执行上面 包括你的品质上面 其实都是会有影响 接下来呢在这边其实对专案经理 或是专案管理者 或是包括你本身是专案执行者 你都会去考量到 万一我今天在做专案的时候 我怎么去知道到底我的工作负担有多少 就我们所谓的一个超时的部分要怎么做 归类在上述的几个一个状况之下 是我们计划了这样的一个课程 在这次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总共分成四堂课 分别是所谓的建制有效率的一个资源团队 接下来呢是我们讲说呢 在你的资源团队当中对你专案任务的影响 紧接着呢在大型专案里面的一个资源功用 最后面是一个我们讲超时的资源调整 其实呢透过四个这样的一个四堂课的课程规划呢 其实对于各位将来在做您专案里面的一个资源的时候 你会发现原来是应该要如此这般的一个安排跟设计 那对您的一个整个专案的执行面才其实会有一个正向的一个进行 来看一下呢在软体当中对于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视窗画面 大概其实它可能会产生的哪一些 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一张其实它是所谓的资源工作表 就说整个资源团队的一个讯息呢 您大部分都可以在这里去做一个设定 你可以看到资源名称 或者呢您将来也可以去填上你的组织单位名称到它的一个单元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单位 接下来呢可能有些的一个使用者说那我们其实呢还会看到什么呢 那老师这边把另外一张表单我们叫资源表单的叫出来 也就是说呢在这样的软体面它会透过这种叫所谓的一个表单的功能 让你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这样的一个资源呢它其实它负责了哪些的专案 或者呢是在这个专案里面的哪些任务 让你可以更清楚的了解目前这样的一个资源它的一个可用性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边的这一张我们叫所谓的资源团队的规划 其实呢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资源它其实在某一段时间 然后它执行了哪些任务 其实呢如果你是一个所谓视觉化的一个图标使用者的话 你可以发现其实这张图标给你的资讯是非常完整的 再来呢在下面的一个图的部分呢这是在一个单位资源 就是说单一资源的一个图标的检视 您可以知道说这些资源它其实呢是可以目前工作的一个负担 接下来呢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过度分派了 其实呢在我们一般的专案里面有时候你可能会去想说到底我今天身为一个专案管理者 我分派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里面到底会不会造成某些人 比如说频繁的加班或者造型某些人他可能其实叫做每天只有等下班 其实有时候我们讲说职场里面的各种状况不一 你是一个专业的专案经理或者你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专案管理者 那你当然就会不希望这样的状况被发生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过度分派资源的这个图表去做它的一个检视的部分 大家可以发现其实非常的一个清楚 在这次的课程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在经过刚刚前面的几个范例的介绍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在这一次课程的重点我们讲说呢有你的专案团队的组件跟管理 接下来呢你怎么去做好你的资源的运用 接下来呢我们讲说呢超时的工作的一个调整怎么去抓到你的重点去做到在调整上面其实是不影响到品质的 因此呢在上完课之后呢您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短短的不到三个钟头的时间呢 我们可以去组件我们讲说数页有专攻的一个团队整个去提高我们讲说呢在团队成员里面的一个品质还有呢当中的一个执行效率及默契 另外呢透过我们团队里面的资源管理跟共享其实呢可以让你的整个资源团队我们讲说呢整个在使用上面不会去 常常会发生说我找不到资源用或者是说我的资源为什么其实永远找不到最好用的那一个 所以我们可以让他的一个应用上是更弹性更灵活的在上课前呢老师这边会建立各位呢你们要去使用到这一套的一个软体或者是了解这一堂课的一个部分的话希望呢您是对专案的执行是有兴趣的或者呢你曾经有执行过你的专案不管你是主要的执行者或者你是协作执行者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office的软体你要有基本的操作能力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来这一个单元的课程了